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的李一老师 从事外博项目开发七年 曾旧主任新浪乐居,市集家园,百度 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在麦子学院相见 OK,让我们回到主题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前端项目 一起来做秒杀活动 好,我们开始 秒杀是网站营销的一个附加活动 这个活动具有时间短 并房量大,这样的特点 大白话就是限时限量,价格极力 几秒内就被抢光 我们经常见到的就是 三八女生节或者是双十一抢购的时候 针对秒杀这么一个特点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它的流量很大 那对网站的其他业务可能有个冲击 并且它这个高并发的情况 对服务器和数据库都是有一定压力的 包括我们的带宽 好,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遇到的这些问题 我们会怎么去解决 第一点 对现有网站业务的冲击 这个是因为秒杀它时间很短 突然间的访问量很大 并且是并发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避免对现有网站业务的冲击呢 那我们为我们的秒杀活动 这个高并发 我要避免它拖垮整个网站 我们会把这个网站其他业务没必要 面对这个流量 所以我们把秒杀这套系统会单独的部署到一些服务器上面去 如果有需要 我们甚至是独立的域名 跟网站完全是隔离开的 除了底层数据库的某些数据 不会隔离 也就是从web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器等 都会有单独的一套 就如果秒杀系统垮了 那也不会对现有的网站业务造成影响 第二点 高并发情况 以及数据库的负载 这种也就是对刚开始秒杀的时候有个风时 我们怎么处理呢 在没有开始秒杀之前 我们把这个商品的展示页面做静大化 也就是一个简单的HTML页面 它这里面并不做业务逻辑的处理 也不访问数据库 就只是很简单的展示 等真正需要秒杀的时候 再去打开另外一个页面 那个页面里面是有一些业务逻辑的 也会有可能访问数据库的 因为在没有秒杀之前 大多数用户会不停的去刷新这个页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压力 就全部在web服务器这里 并不会 但是web服务器因为它是个静大页面 它处理起来很快 像简单的一台NX 可能每秒能达到几万的并发 也就能存在几万的访问量 所以这个时候 就大大减少了这个服务器和数据库的压力 好 第三点 突然增加了网络和服务器大宽 比如说 一个静态网页 假如说100KB 那我突然有一千个人访问 那这个时候 它的流量就是一个G 那因为秒杀活动新增了不少网络带宽 那平常这些带宽我又用不到 那这个时候可以跟运营商重新购买或者是租借 甚至有可能 为了解身服务器的压力 我们将这个秒杀商品的这个静态页面 缓存到CDN 当然CDN其实也是要跟服务商去租借的 就完全为了就是秒杀 我们可能会准备服务器准备贷款 好 第四点 是直接下单 我们正常的购买商品 是点开一个商品页面 然后点下单就能产生一个订单 那在我们的秒杀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一个静态页面 然后秒杀的价格跟平常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并且每个人能买多少个 也就是能秒几次 这也是有限制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不能让入户直接知道下单的这个接口或者页面 它必须是每次都是随机的 或者是说一个到开始秒杀的时候才能知道的这么一个地址 便是通过一定的机制验证之后才能下单 因为如果我已经知道了这个秒杀直接下单的这个接口或者是网址 那我就完全可以不用等待开始秒杀的时候 我就直接调用这个网址 那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直接以秒杀的价格 在没有开始秒杀之前就买到这个商品 所以 避免用户直接访问下单页面URL 我们需要将这个URL 也是这个网址加一些动态验证的参数 并且这个这个网址在秒杀开始前是没有办法访问到的 这样我们才能防止用户提前来秒这个产品 好 第五点 我们会有一个防止机器秒杀 现在往上很多的秒杀器 因为这个给用户带来的利润真的是非常高 也就是它能省不少钱 所以很多人都很乐意去用这个秒杀器来秒商品 就有点像类似1306抢护士票一样 出了大量的刷票软件 一个道理 那为了防止秒杀器 我们要设置各种障碍 例如说 IP的阻止 一个IP可以访问几次 或者是验证码 这些我们会综合起来使用 也就是这是简单的五点 还有其他的 我这里可能没有盖过道 但是我们都会综合考虑各种情况 一起来使用这些策略 防止我们的秒杀系统挂掉 保证我们的秒杀系统正常的运行 为我们的业务提供良好的保证 好 下面 我们来介绍 这一次我们要做的秒杀活动 这个活动背景 某电商企业想在沙巴女生节举办活动 活动预算2000万 这2000万在平常可能很多钱了 但是对一个电商企业做活动来说 2000万真的不算什么 可能一天不够 就花完了 那由于这个活动预算的限制 最终确定了一个活动方案 就是商品的秒杀 也就是现实秒杀 到点才能秒杀的这种 活动方案 女生类商品 100元以下 全部3.8元 每个商品限制100个 每人肯定是限购一个 不能说你一个人 把这个商品买100份 是吧 好 女生类商品 100到200元的商品 全部38元 每个商品限购10个 那假如说这个商品是100元 那秒杀价3.8元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省96块2毛钱 如果这个商品是200元 那秒杀价38元 那一个商品 我就可以省162元 其实秒杀 有时候活动力度大不大 你就看中间这个价格 还有这个商品数 怎么样 你就能算出来 它大概的预算是多少 好 我们已经了解了活动背景 和活动方案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看怎么制作这个商品 秒杀页的这个HTML页面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淘宝的 秒杀 你看 淘宝 19点秒杀 你看原价 千年28元 秒杀价 一元 你看 力度非常大 然后包括一些图片 标题介绍 还有一个秒杀按钮 还包括一个开始时间 好 这是淘宝的秒杀 我们看看 百度的热卖 看 这是一个鞋子 图片 标题 logo 还有3.5折起 它这个 不一定是秒杀 但是它是3.5折起 也是有一个优惠力度在里面的 还有剩余时间 这是这个专场 还剩多长时间 但是在秒杀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离开始 还有多长时间 还有这是商品来源 好 我们按照这个样式 拿一个商品出来 改造成我们的秒杀商品页 好 我们手标右键 点开 我们看 看到HTMI结构 看一个商品 它就是一个LI 外面切了一个UL 然后上面 再有DIV标签 也就是一个DIV标签里面 放了一个UL UL里面放了个LI 好 我们把这个LI整体的 这个整个复制过来 好 因为我已经之前就制作了 这里我就直接打开我的代码 让大家看一下 看 我这里已经复制了一个LI过来了 然后 我把外面的UL也复制过来 外面DIV也复制过来了 并且组成了一个HTMI页面 这是我们的HTMI的结构 然后我们的样式呢 当我鼠标落到这个LI上面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这边是它上面对应的样式 好 我把这些都复制过来了 放在哪里呢 我放在我的这个CSS文件里面 我是通过引入的方式来使用的 好 打开看一下 看 这是我的样式 好 那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了呢 看 现在这就是我的一个单个商品展示 我会怎么做呢 我把这个复制过来之后 不是这个啊 是这个 类似于这个 我复制过来之后 我把这个 这个折扣啊 改成了一个秒杀价 原价 然后这是一个标题展示 然后我把这个 它的这个时间 我就改成了 离一开始 还有多长时间 也就是 过六天 十四个小时之后 这个商品开始秒杀 原价98元 秒杀的时候 只要3.8元 好 当这个 当这个时间过了的时候 就开始秒杀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时间变为一个按钮 也就是不再展示时间 而变为一个立即抢购的一个按钮 这样 我们也就是到点秒杀 到这个时间点了 这里出来一个按钮 一点 就能过去秒杀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HTML结构 看 外面一个DIV 一个URL 里面是个LRI LRI左边 是这个商品的信息 用一个DIV包住 右边 是一个商品的图片 这个是个鞋子 忽略 中间这个模特 主要看这个鞋子 然后 外面 再是这个DIV 一个大的一个 A标签 也就是我鼠标 滑到任何个地方 都会 点一下的时候 都会响应这个A标签的列结 因为它覆盖在 这个左边和右边的上面 好 这就是我制作好的一个秒杀商品页 当然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在后续我们会慢慢把这个地方完善好 然后再开始我们的秒杀 好 这一刻就讲到这里了 下一刻 我们继续